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上没那么大7.2吋的产品 大萤幕、大电量、石墨烯的一个超酷的散热系统 是这台手机最核心的三个特色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7.2吋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珍珠屏的设计 它会采用OLED这样的一个屏幕的面板 整体的屏占比 各位数字我就不多讲 各位去前面拿的时机 再拿起你的手机来比一比 就可以看看可视的区域有多大 为什么它握起来飞这么小 这也是影占比高的一个原因 那在大电池 目前所有2万块以上的旗舰 它是唯一一支有5000毫安每大电池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电池大代表是什么 代表当然要用得久 不是说油箱大 车子就一定能够跑得久 各位看到在整个游戏的使用过程 你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电池大概在玩一个游戏 大概在不到4小时之内就直接关机了 但我们还在继续称 在多撑了3个小时之后 它的电量才耗尽 所以大电量是用在这里 再来游戏的部分 我们的游戏体验 通过GameBench Lab 各位看到在这种手游上比较吃资源的NBA 2018 这个是传说对决 这个是我们俗称的吃鸡 3-5这样一个游戏 在GameBench Lab里面的频道 我们都是阿华等级 阿华等级 所以可以看到它整个游戏效果 是这样的 那这边我们有一段直接的一个影片 在我们华外内部的实验室 直接去做出来的影片 各位可以注意到 那影片上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数字一张跳 各位就是在我们叫做FPS 代表每秒能够更新的画面 数字越高代表你的这个可恶的动作会越流畅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 另外一个晶体的Brain Rate 是一直跑在红色的区块 就是它大概在30左右而已 但是我们这手机一直是它的2倍的帖子在跑 那再来就谈到我们刚刚讲的 Supercool这个石墨烯技术 这用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用了一个其中叫Fighter Chamber 这样的一个超导热板 还有这样一个石墨烯膜 为这台手机做的一个双重散热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超导热板我们不是第一个用 那大家对它的功能我想大家可以应该都很清楚 它相较于传统的铜膜 它的整个导热系数会优于20倍 它会有20倍的一个优化效果 但是如果再加上石墨烯的话 那我们第一台全球应该是第一台 直接把石墨烯膜用于散热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型手机 再把石墨烯放进之后它的导热效果 还可以再强化接近三倍的一个效果 那以个人小弟自己的实验 我之前拿了另外一台手机在玩黑色沙克 因为没有时间拿在那边盯着游戏看 黑色沙克在自动电动对我来讲很方便 我放了一台手机放在旁边 玩它一个小时它会烫 烫到我会就像刚刚就是不太舒服 但是我换了20叉之后 下去一样跑一个小时真的不会烫 所以在整个Vibrant Chamber 加上石墨烯的一个技术上面 它确实在一些高效运作上面 能够有效把一些废热带走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在游戏一个小时后 相对于其他静底的一个温度的比较情况 我们依然是属于一个绿色的安全指板 但其实这静底就开始出现红色的状况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在所谓大铁大铁雙喇叭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雙喇叭 搭配杜比的这样的一个全景声的一个效果 好让你玩游戏的时候 整体的感觉 影音震撼 是跟我们的全面 那我想大家 今天应该都很期待 因为你们应该是来第一场 记者会发现我们没有在巴西南岛 好 那这一切都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刻在谷歌 所以你还在低头吃饭呢 你要把出力拉回来 好 二十三这台我们在 原本刚才十六十九号上 我们已经留到了一月十号 一九年的一月十号 对台湾的所有做发表 我们当时为了到 为了带手机的一个定价 我们跑了很多 我个人也跑了很多地方 那包含了很多的消费者 我们该怎么样去定价 才能够把台湾的市场 让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最后我们讨论出来 最后Michael 嗨版一定 我们在二十三台湾的定价是 两万两千九 这个声音好像不是很有感觉 那我们后面还有更有感觉的东西 来 预购你 从今天下午四点开始 我们一直到十八号为止 你只要去我们的体验店 还有我们四大电商平台 PC后 Momo Yahoo 蝦屏 这四大电商平台我们去做预购 你就有i5的萊牙音箱 跟不锈钢保温杯一组 好 那这两个人的价值加起来是290 那如果你到体验店去预购的话 我们还有额外的税 税平显 还有一年的延保 好 这是预购你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们在十九号礼拜六的当天 我们会在三家我们的体验店 微风南山 台北微风南山 台中的微星秀泰 还有高雄的梦十泰 我们举办限量的排队 好 所以只要你在这个限额范围之内 排到了2567的记忆卡 好 这样结束了吗 还没有 好 我们到二月底为止 从今天下午四点开始 二月底为止 只要你在任何中途买24X 回来拿着IPC号上网登录 登录 登录我们就送你这支MPAN 还有我们为了它专属做了一个定制的皮套 好 所以总共三重礼 我们的预购礼 台队礼 还有一个加码礼的部分 加上一个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售价 我们带给你 在1月10号的19年开车 第一场记得会 带给你台湾的消费者 其实20X 我们今天讲习惯20X 但是大概出现20X大标油的马人 这是习惯 这个产品其实 你如果当时没有1万号 应该在10月29号 你把你的消费者就要进来 那最后我们马选择倒进来的时候 是我们后来发现 真的很多消费者 对这个产品有非常喜爱的 有点偏值 我跟Sammy两个 那天10月29号开完之后 我们的官方的粉丝团上面 公开了一点包含私讯 加一加超过400折回来 问说 你20X要不要上 我们今天记得会看完 我没看到价格 20X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傻了 那么奇怪 这个被我们撞掉的产品 为什么会 消费者会这么有 然后我们内部再好好考虑回来 之后发现 这个产品真的有它的客群 所以我们把它重新带回来给 台湾的一个消费者 好 那在开始到20号之前 我想今天各位也都看到 我们其实在 好 我们在10月29号的时候 那天我们记得会上期的时候 我们已经带到了很多的一些产品 当时我们公布的价格 但是并没有把日期带出来 那就我们把我们的两台新的 十寸前平板 T5跟M5 Lite 好我们会在15号 好15号上市 今天10号可以再过5天 大家请在我们的天天 或成哥到日子上就买得到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 watch 机 这边很多人问了很久的东西 千呼万万出来了 22号 好 那同时带我们的这个 Ben3 Pro 好我们这样的一个 运动手环 我们会在19号的时候 来做一个上市的动作 好 所以这次我们在 我们整个全方位的产品线上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产品 把它做一次的一个補次 谢谢大家